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鸡教城的毁灭》 大约在四千多年以前,在山东灵异,有一座古城叫鸡教城 鸡教城在毁灭之前非常繁华 每天城里面经商的、卖艺的、感激的、唱戏的、毫不热闹 可是人心却慢慢的变坏了 一天王母娘娘下凡,变成一位看上去八十多岁的要饭婆 煮着一根打狗棍,来到鸡教城 她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这家女主人正在烙煎饼 她说,大嫂,行行好,给我一口剩饭吃吧 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烙饼的女人抬头一看 见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要饭婆 就横眉竖眼地骂道 老不死的要饭婆,哪有饭给你吃,快走 这时,烙饼女人的孩子刚拉完大便 喊道,娘,给俺擦钉 这女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顺手拿起一张煎饼 给孩子擦完屁股后,就丢进了垃圾桶里 王母娘娘一见,这城里的人已经坏到这等地步 便离开鸡教城,回到了天上 神决定向这个城降下灾难 太白金星不忍心叫这里的百姓都遭大难 就装扮成一个外乡的卖油老头 沿街大声叫卖 卖油了,一壶了半斤,两壶了四两 快来买油了 古代人卖油都是用葫芦装的 人们一见这卖油老头,傻里傻气的 连家法都不会算 明明一葫芦拌金油,两葫芦就是一斤油 他却说两葫芦四两油 于是人们纷纷挤上钱来买两葫芦 共一斤油,却只给四两油的钱 占他六两油的便宜 谁也不告诉卖油老汉 他在干亏本的买卖 这七教城里住的一家姓陆的只有三口人 一个富道人家带着一儿一女过日子 他为人忠厚,待人诚恳 不忍心让外乡人吃亏 就只买了一葫芦油,并说道 老人家,您算错账了,两葫芦不是四两,而是一斤油啊 你这样卖下去会赔掉本钱的 太白金星见走遍全城也只有这位富人诚实,善良 便叹了口气,顺手从衣袋里摸出个小纸船,送给他说 我是太白金星,这个纸船你要随身放好 危难之时可取出保平安 接着又告诉他 扁担开了花,狮子红了眼,没了七教程 说完,转眼,不见了 陆大嫂知道这是仙人的点话 连忙跪下磕头 他实在不忍心让全城人遭难 就把这事告诉了人们 可谁也不相信 有的人还笑话他,大白天在说梦话 这年九月九日,人们赶庙会 七教程热闹极了 四邻八乡的人纷纷涌进城来 人群中有一位卖纸花的老汉 肩上扛着一根扁担 扁担两头扎着两捆甘草 甘草上插满了红红绿绿的纸花 他一进城就扯着嗓子喊 卖花了,卖花了,快来买哟 来晚了就没了 他边喊边朝城北的土地庙走去 这时他的举动已应了扁担开花这句话 可怜的人们却谁也没在意 土地庙门口有一对石狮子 快到中午时又来了个卖柿子的 玩爽了半天的人们这时又累又渴 一件又甜又大的柿子都抢着买 其中有个懒汉,狼吞虎咽吃完柿子 顺手把柿子皮糊在石狮子的眼睛上 这恰好又应验了狮子红了眼这句话 恰好陆大嫂这时也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来感激 他一眼就看见了卖枝花老汉的扁担 又转头看见红了眼的石狮 他明白灾难就要发生了 他赶快一边带着儿女往城外跑 一边大声喊 快逃命吧,灾难要来了 这时人们纷纷嘲笑他 说他是个疯子 就在陆大嫂带着儿女逃出集市后 狂风打坐,乌云遮天 瞬间击叫成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接着炸雷撕裂的天空 暴雨像天河绝口似的倾斜下来 陆大嫂和他的孩子跑着跑着就见后面涨起了大水 波涛汹涌 这时他想起了神仙宋的小纸船 他一直戴在身上 便把纸船拿了出来 纸船一瞬间就变成了真船 陆大嫂就领着孩子上了船 船随着大水飘啊飘啊 直到暴雨过后 云开雾散才靠了岸 陆大嫂带着孩子上岸后 回头望去 七教城已经沉入了水中 身后只是一片水汪汪的洼地 全城只有他们活了下来 后来七教城就改名叫七教洼了 这个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 当诗人背离神给人规定了做人的礼时 神就会归正 留下好人 淘汰坏人 这是神的慈悲 让好人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生活 愿所有的人都能像周围陆大嫂一样 真诚善良 在大劫难中都能被救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这些传统故事 请订阅 谢谢